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正義當人拋散 準備要打鐵樓樓 要去哪裡喝? 到底要聽什麼歌? 不管disco電影是嗨孩子 你都聽把樂 天生我萬歲 打鐵無罪 我年輕就是本情隔天 又要贖罪 沒必要贖罪 生活就是這麼的乾脆 每天都喝到茫茫 是選保持茫 走路都很慌張 打鐵完就在槓 你今天別回家今晚Party 我已經在槓尾頭位 要在姊妹做回來 我哪個哪沒那麼來 要我今晚 哪個下班 沒可能做回家 有了 哎呦 好,回到第二次的啤酒 現代學主要是啤酒來? 四海 應該 剛才這首歌有沒有聽過? 下個老 當然沒有 四海有沒有聽過? 怎麼算 第一次聽 嘩,這群人真是啤酒 那我啤酒當然是好 是趕上潮流的剪刀 這首歌其實我正式 本身現場也沒有聽過 但是當天 其實就是 山哥哥 林歪尼一夥人 到那間叫小吃店 如果有留言 我們昨晚啤酒 沒有也說過 那些越南小姐 就不斷唱這首歌 然後在跳舞 當然沒有穿衣服 當然沒有穿衣服 大家詳情 要訪問山哥哥 訪問山哥哥 林歪他們 最好笑 那些女生還會 隨身衣服 還會逐八個 他們八條人去 沒有衣服 沒有衣服 當然是沒有衣服 全裸 你拿球 刮小隻就可以 那你不全裸 怎麼搞 那些女生會逐個餵球 就是餵奶 就是讓你吃一下 讓他吃一下 你不要吃 輪著次序 快到林歪的時候 突然間 豬手王 將他 扯了自己 扯了自己 扯了他 哇 林歪啊 到現在 你老婆 別走 而且 誰叫豬手王 那個小費是林歪給的 長情請聽琴日劇給你 好 因為有八個團友 有八個團友 豬手王 其實你說他什麼都好 阿秋華水很平常 但是豬手王 最重要的是他就是毒灰 蛤 毒灰是天地所不用 直情不能用 好 那這首歌 我們那晚在聽 但是什麼叫打鐵呢 四海 國語打鐵 為什麼 你去台灣衝 鋒 鋒鋒 錯了 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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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鐵趁熱 那就是 行動慎足 很容易 你們會去 覺得是打鐵 其實就是打招 很容易會這樣 但其實不是打鐵 只是派對 我們去派對 就是派對 派對 這首歌 也是台東 這個鄉下地方 竟然有一隊 199 911 911的樂隊 是年輕人 但是竟然在台東 這個地方 就出來了 好玩的 下街頭 你也有去 我要介紹 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去 這個台東市 台東市是最多旺的 沒錯 市中心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夜市 我們現在的行程 去過夜市當然有很多食物 我想大約有200馬 最旺的街 我是說夜市 哦 我們去逢夾夜市 一條街 六七百米 為中環交錯 十多條 四周圍都有 對 二百米都不知道 一條街 日頭是做生意的 開一下不開一下 晃晃晃晃晃 我們那天 我想你和他也說 但這些食物 都差不多 是好吃的 我特別欣賞 他有個酥皮湯 只要一個湯 我拿著 有個酥皮 如果你想想 一按下去 酥皮融入湯 哇 那湯很燙 我要在這裡順便和 做飲食業的頻道 在這裡說 我對飲食業的要求 最基礎一件事 你做不到就是 回家睡覺 香港大人做不到 所以香港是玩完了 香港也是沒得救的 最近我經常收到一些人 我已經沒有聽你的節目 很久了 自從你說香港沒得救的 打擊我們這些抗爭者信心 我就不聽你的節目 還叫我好自為之 你投了一段 我是明白的 大家不和你便爭取 我認為沒得救的 我覺得水喪 但你叫我好自為之 真是代表什麼 你凶狗我嗎 我屌你老母 我真是氣死 我直到今時今日 走出街 我一個人而已 沒有保鑣的 金正男有保鑣 那些人都對著我 我沒有保鑣的 你找人來屌我 老母好打扯我 我都說明不屌還托 你那些傻子 每個人都在做那些傻子 又怎樣去策劃 連圖長也沒有一個 不要那麼多 打飛機 要做的 好像孫中山那樣 或者好像王兄他們 以前玩革命的 不要緊要你們去做 我最認為是真的 現在這個時候 不革命 幹什麼事 我們就上了一案 你們在浮沉 我幹什麼事 我也有五條爺 有多少內人生命 但是我跟你說 在我的觀察下 雖然我們是明知 有些事是明知不行 都要去做 明知不行 都要去做 我是很認真地跟大家說 我認為 是沒得救的 不是香港 是整個民族 整個國家 是沒得救的 都是沒有能用 是沒有能用 是沒有能用 因為我們的總是比較賤 是賤能格 如果你一天不能夠排除 完全排除你的中華文化 回家睡覺 是完全不排除 四海未必會同意 但是 在我的理解 就是 是文化出現問題 如果不是 以我們資源聰明 你是不可能 以八年來講 永遠都追求不到 你們所謂要的東西 好 我們先說回台灣 那我們就說了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KTV 沒錯 KTV 就是全台灣都是 Franchise 很多的 叫做Holiday 是Holiday Holiday 叫做Holiday 我們九條子去去 去樓道 訂了房間 第一晚 第一晚 當然我們國語 沒有那麼靈光 我們找其中一個團友 那晚我又去 我也靈光 我們的團友 判官 打我去 你真的想說 馬大爺 說馬大爺 馬大爺 那便去樓道 一道無話 包車的去樓道 判官 他想到 我都看 一進房間 首先下面的女孩子 戴著口袋 但他的眼睛 已經無法拍攝 他的眼睛 有一種對未來的渴求 簡單來說 好像小甜甜的少女漫畫 裡面有三顆閃閃的 但他現在還在這個鄉下地方 他只能夠繼續做攝影師 但後來我發現 原來是不知道做攝影師 什麼都做的 第二天他們什麼都做的 廚房、信 賣單、市影 什麼都做的 一腳踢 好了 我們上到那間房間 第一晚 三樓 屌尼羅姆 這間房間 可以容納二十人 我們九個人 我們已經錄了 大家放心 我們會有機會播 屌尼羅姆 有一個很大的頭石 超過一百尺 頭石旁邊有一個門 就是進廁所 不要緊 我不要理會 門前面 是有一個表演的台 有一個獨立的燈光 台上有那些 麥克風 很像貓王那些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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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垃咪 好 你在那裡唱 就看不到電視 在旁邊的同時 就去對面 又有五、六十層的電視 這張沙发很長 裝修很很正 一陣煙味也沒有 雖然我們在裏面照表演 閃閃閃閃閃 燈光有九尺, 你可以手動 可以電腦, 有什麼Disco型、浪漫型 當我和十三妹唱一首 世間是不治 那他會柔和一點 然後狂飲, 狂吃 你們好嗎?唱幾個鐘 玩完是百多元, 平均港幣 應該是便宜, 於是第二天我們再去吹雞去 十八人, 各位朋友大家留意一下 十八個大人一個小孩 我又提外話了, 這樣多人去就一定是七遇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叫奶茶, 我不算叫抑鬱多 大家不說, 那邊叫抑鬱, 你很大 我不算叫鳳爪, 是叫得亂了 玩了幾個鐘 吃完飯了 吃完飯了 賣單, 當然是我賣了 賣完, 我們的錢多得花不完 我的錢多得花不完 我做了金庫 那些傢伙說誰沒有台幣, 我就拿來 我拿來我一槍 怎麼用都花不完, 這麼大一盒 好, 大家知道 最近我加入了一級賽馬火候的程式 實在是太容易了 我現在覺得, 糟糕你了好不好 近日是有人盜了我們那個甲轉乘的士的理論 波警味我不知道是鱷魚, 糟糕你了好不好 這個叫CK Wong 我們說一下, 第二天我們還不忍微譜 賣單 看到那個, 突然間就有個女生進來 終於被我看到, 在一個好門的台上 原住民 原住民的, 年輕的原住民 黑黑實實 都不是很黑 那個樣子有點像死了, 簡為真 我走過去跟他說 小姐, 你很漂亮 你什麼名字, 多大 他聽不到又很吵 不是, 因為你不當寧光 怪好, 寧光, 那些果語 然後他走過來, 哇, 一股香味 我又不敢太大力 始終我幾天做了人家的爸爸 一滑下去, 他在耳邊 這裡有一些鬆的帽子 一滑下去的時候 那些帽子, 隨隨便進入我的鼻孔 哇, 我想打一枝, 但我忍住 我看一看, 如果現在我是年輕二十年 我就是馬上去打帽子 好了, 拿一張單來, 講完一段帽子 第二天, 港幣八千多元 什麼台幣 每個人圍繞到一百二十元 玩幾個鐘 18個人 對 林歪的歪字是不正 上不下正 不是歪 我最好介紹大家, 如果大家去台東 台灣我不敢說 因為台北我不敢說 始終兩個地方 這個卡拉OK是消費的 其實最旺的地方就是台東很小 中華路 中華路 台東最旺的地方 我想僅僅能夠跟我們的石蝶味 或者油麻地比較 始終鄉下的地方人口不少 大富廣福道 也老化 有幾樣東西大家要注意的 去到台灣 林歪的樣子 大家知道台灣的小食好吃 但這次讓我們發現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四可以實知 就是三色蔥餅 只要是三色蔥餅 很冷靜 你想想四十台幣 煎餅 煎餅 然後打雞蛋 再把雞蛋蓋在雞蛋上 很冷靜 想想起有些急事 好了 肉腸是很好吃的 肉腸 真的是豬肉腸 我們發覺 林歪是很瘋的 林歪和林康正都是 你想想去哪裏 無論是否吃飯 都一定要吃 一看到豬肉腸就說很冷靜 很冷靜 很冷靜 你這麼喜歡吃豬肉腸 你真是不想明白 他想到哪裏都擔著腸 這樣 你有沒有 大家可以試一下 現在趁著還有一點時間 我講一講 因為我沒有去 我幾晚 始終我們是星星 不是普羅大宗 普羅大宗是小市民 晚上當然要去尋寬 我聽他們說 其實我也很想去 第一晚他們去了台東的小吃店 我下星期有機會 我會連相片播放給你聽 小吃店 叫你這麼奇貌不揚的小吃店 外裏是乾坤 真是令人吃驚 第二 跟著我們那晚 第三晚那一番年 我早點回家休息了 那生哥哥又不斷直播給我看 原來那些人是揭而不捨 尤其是臨歪 他們那幾天 在車上開了電話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一個鳥虎的電話 為什麼呢 他不斷在微信 是明博 不斷在找 明博 是微信 是真的找女兒 我跟他說 生哥哥跟他說 你放棄吧 算是在鄉下地方有興趣 但是他真的 如果我覺得 他把揭而不捨的精神 放在他做節目上 他一定會成功 我會成功 他堅決要找 不斷在找 不斷跟別人 去檢查 V檢查 到最後的人 你會說 此時何時懶人 你會留在那裡 他不斷跟別人 他不斷在找 開著一輪腸 不斷含著一輪腸 不斷在那輪腸 好了 那接著 他們說有一招 很冷靜的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冷靜 因為每人出去玩 就是找迫使人 是啊 就是找迫使人 給錢 一截車 素佬 的士佬 一開一門 判官說 那裡有瘋子 你老婆 別人懂得聽嗎 不是啊 竟然聽到你 竟然聽到你 你不是 你老婆是一群傻子 截的士 一開一門 那裡有瘋子 我們還未有反應的時候 那位的士佬 噢 吵嗨 聲音 這樣就這樣 然後一開車 就車載了 他們的那群傻子 那些我閒話 我留在節目上說 去到一間 按摩店 林媽看到門口的女兒 大約是怎樣的呢 不嫉妒 十九至二二歲之間 原住民 你知道嗎 眼又深 鼻子 很認真 他說 喂 這間怎樣啊 怎樣啊 那三哥哥說 吵嗨你老婆 停一點 整條街這麼長 再看幾間 吵嗨你 的士佬車可以來這裡 分分鐘 有水修 吵嗨你 不是 他有沒有水修 不要緊 分分鐘糟糕的 於是他們整班都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完 真的沒問題 林外說 快點回去 是那間 好開心 一定是那間 林外問清楚 如何收費 他說 哦 不知如何 二百元 五百元 打骨 那些 林外說 有沒有東西玩 那位女妹說 有啊 怎麼玩 一大男人就不要想你 那些師傅說 既然是這樣 既黎智則安施 仍然是那句 進去看看 吵嗨你老婆 生哥哥 不是要電話直播的 我在房間裡 看著 吵嗨你老婆 好像在現場一樣 一進去 我現在免得說來說去 我當我在現場 我進去地上 我看 旁邊有一張梳化 我想不是太大年紀 小了兩三年 四十四年 但是比我肥斑 五隻二的女人坐在這裡 吵嗨你 是這樣的 嘩 吵嗨你老婆 有魚花 然後我一看 阿山我一看 吵嗨一點 自己跟自己說 是屎嫂婆 又是屎嫂 然後再走上樓 那屎嫂是大樓 要上樓 角樓 有房間的 一去到角樓 又是我見到在我車上 這麼多樣 在那裡拖地 然後讓開 阿山哥哥看一看 吵嗨你老婆 你這麼多屎嫂婆 吵嗨你老婆 要先選地師 選女師 那我的小妹就說 你們分開房間 就是進入一間房間 阿山哥哥 林威也說 不要分開 不要落單 小心點 一起 即是手繞手 一起看 不可以分開 然後去到一間房間 很小的房間 就坐在豬肉桌上 你知道豬肉桌是這麼長型的 你前面坐四個 不是 有什麼要讓女妹坐坐的 好了 女兒在那時候 那些女兒來了 那個小妹 那個小妹從頭到尾 林威也看到 哎呀這個好 那個小妹 眼睛是戴著一些 即是鼓滑的笑意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們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終於來第一條女兒 吵你老婆第一條女兒 三十多天 就是在門下 就是老闆 哈哈哈哈 娛娃 第一句老闆 其實那時候我們已經心中 知道了 他就說 那個女兒 那一條小妹 那一般原住民族還說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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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敢說 老闆 就是自然的心理反應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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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選擇了我們 我們不可以免於 真是吵得了一群 咳你老婆 然後那個 過了人 過了人 那個不適合就跑了 這是第二條女兒 第二條女兒是誰呢 坐地 哈哈哈哈 咳你老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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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了你啊 你看到那個時候 阿三哥哥 看到後面那幾條狼樣 咦 為甚麼你不拎命 後面那條狼樣 正常看女生 你這樣背著坐 你當然會這樣轉過來 你可不可以直接從頭到尾 不拎命 伴官他們 喂 你可不可以 阿三哥哥 你先看看 快點轉過來看看 咳 不拎命 不拎命 你可不可以的氣氛 是多麼詭異 然後 你可不可以 突然間 我要形容一下 這句話要留下來一點 我們那間房間是黑的 那條走廊是光的 有一條年輕人 即是那個叫做保守 林歪說想弄那個 就站在門口 有一個小影 就反映了在 那條門口 那個光的門口 小影在那裡 然後突然間 那時候很冷靜 就很像 King Kong在帝國大廈 跌了下來 沒有兩倍 很冷靜 突然間聽見 你的腳步發生 肘 腳步發生 腳步發生 掉爪 你看看出去 你看到那個草郎 那個師奶 慢慢慢慢 很冷靜 多了少許黑 多一點黑 多一點黑 直接黑完 阿 阿 他的腦袋無邪 他當他黑完 為何你成功 然後當他黑完的時候 有女兒站起來了 阿 黑完 阿彌陀佛 丟丁佛 他比我更高一頭 不是 胖大兩倍 丟丁佛 丟丁佛 簡直是像蕭錦一樣 丟丁佛 丟丁佛 是女兒來的 那個 他好像是死鬼佬 丟丁佛 我們正常不由分算 那時候 正常推開他 他妨礙著我們 正常是奪門而逃 正常不肯出 大家還在想 後來我們沒事的 我們在想 究竟 台灣是一個什麼國家 為什麼 一些這樣 我們不能說別人收縮差 婦女 還可以出來做這些東西呢 而最忍後的就是 我要跟大家說 臨歪不斷問那個少女 那麼多開戴 那麼多開戴 最後那個女生一直沒有回答他 然後 只是跟他說 哎呀 你們這麼英俊 要是我們的少爺 像關你的梳 不要梳請 他幾乎都可以 即是直接 丟丁佛 我想想 不要說開戴 去嘗嘗 去嘗嘗和我打骨 不要說開小 去嘗嘗 我和我丟丁佛 丟丁佛 你怎麼想到這麼大的 真可憐 這是我花蓮的遭遇 就是 生果哥他們 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 非常好玩的 所以客家都不需要自責 其他事情就讓客家都慢慢說 至於 生果哥 他們一行八人 大家記住名字 生果哥 臨歪 盤冠 四眼龜 素佬 豬手王 大聖爺 還有功夫佬 這八個人的遭遇 哇 真是屌你了 可以說 起碼可以說一年屌你了 還有 每天天連載 屌你小人都你 混蛋 休息一會 好緊